D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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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介紹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它叫做SkyBlock 現在用的版本是1.7.4 然後我使用的材質包是這個 Hulkion Days 然後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去搜尋一下 好 然後我們一樣是進去上次的那個伺服器 那有關這個伺服器的加入方式可以看上一個影片 OK 成功登錄之後呢 我們今天要到這一堆牌子裡面 我們要選的是這個SkyBlock 進去吧 OK 然後我們進來之後這裡會有很多講解 講解遊戲規則的地方 然後這邊有很多的牌子 那我就直接介紹給大家就好 因為這些我都自己慢慢看過了這樣子 那這個遊戲呢就是玩空島 加上存錢系統的一個遊戲 我把它稱之為空島大富翁 就是這個遊戲裡面有很多的交易的系統 那我們先那個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最重要要講的是這個 先打指令 斜線 I-S-L-A-N-D 這個I-LAND這個字要把它記住 因為之後會很常用到 I-LAND 好 打I-LAND之後呢 我們會傳送到一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我之前有稍微玩過了一下 那我們 把它重新 重置一次好了 就讓大家看一下重新的樣子是怎麼樣 然後順便教大家重置的方式 如果你對那個I-LAND的這個指令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打I-LAND-KONG-HELP 那你就會看到I-LAND上面的所有指令 那我現在要使用I-LAND-RESTART 那我就打一下I-LAND-RESTART OK OK 我們的空島整個重置了 那進來之後呢 每個玩家都會拿到一個屬於自己的空島 那 對面好像有一些東西 如果我的材料夠的話 我就可以到那邊拿 然後這個 這個空島就是你要生存 要建造的地方 那他會給你棵樹 然後一塊 島 上面都是泥土 下面應該 沒有什麼其他的 是他的房塊了 然後這個箱子裡面 他會給你一些材料 喔對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選這個材質包 因為我覺得真的蠻好看的 這個是我跟白木齊一起聊天 我給他一些材質包選擇 然後他選了這一個 然後我後來跳一跳也覺得這個蠻好看的 所以就用了這個材質包 好 然後這個箱子裡面會給你一些基本的物資 然後 你就可以在這邊生存 然後可以蒐集一些材料 例如像 我們可以 最簡單最簡單最基本的是製作一個 那個 鵝卵石生產機 那我們先做出來吧 這個是最基本的東西 那這邊教大家怎麼用 那這邊教大家怎麼用 先挖一個五格寬的長度 然後在中間這一個地方挖一個洞 然後左邊這邊放冰塊 啊他一開始給你冰塊 有些空島可能會給你水桶 那意思都一樣 反正 冰塊打掉之後就會變水 OK 這樣子 然後這邊放岩漿 好 這樣子的話這邊中間就會生成那個鵝卵石 那 我們先打樹好了 從最基本的生存開始 那 中間那個產生的鵝卵石 他會一直重複產生 那這其實是最基本的東西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了 我是最近才知道的 最近 跟那個誰阿 阿翔嗎 一起玩遊戲的時候他教我的 好OK 我們來做一下基本的東西好了 工具台 工作台 然後 我們先做一個鏟子出來 不是鏟子啦 鎬子 好 木鎬這樣我們就可以挖了 啊 我建議就是在旁邊這邊挖一個空 欸等一下 喔我浪費掉一個泥土了 泥土很重要耶 泥土在這裡面超重要的 因為 你要農耕 你就需要亂泥土 啊泥土又沒有很多 他掉樹苗 好 不過到那個商店那邊可以買啦 一個從這邊好了 就是你可以在旁邊這邊挖一個空間 這樣子的話 你要吸鵝卵石會比較方便 像這個樣子 有沒有 看起來 很棒 不用害怕會掉到岩漿或者是 處於危險之當中這樣 好 那 Orens製造機就交到這邊 然後 對面有一些東西 我們之後方塊多一點就可以去拿 然後我現在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遊戲裡面有金錢系統 然後他有一些指令我現在順便交一下好了 他有一個叫做 我一個一個講好了 第一個Island就是傳送到你的島的所在位置 然後Island 這個就是 設置你的重生點 你每次傳進來你想要再 例如你想要在 樹這邊 那你就在這邊打那個 Sat Home 他就會 從這邊出生 這樣子 然後 Level 每個島都有 自己的等級 或者是你想要查看別的玩家的島 也可以打Level後面打那個玩家的名字 然後Island Party就是 看目前這個空島有多少個擁有者 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再往上跑了 然後 Island Invite 就是這個就是可以邀請玩家到你的島 一起跟他一起生存一起玩 那 那 他加入進 如果你邀請他他接手的話 他需要打Island Accept 這個 或者是Reject 或者是拒絕 我不要去你的島 這樣子 那 如果你接受別人的邀請的話 那你們兩個就是共同存在一個島 那個玩家只要打Island 他就會傳送到你的島 然後 如果你想要把它提掉的話 就打Island Kick 然後 大概就這樣 Island Warp 這個字 意思是你要傳送到別人的空島 然後後面你就打那個 那個空島的人的名字 例如 我現在按Tab 我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玩家 那我想要去哪個玩家 我就 我就 打後面打他的名字 我就可以知道 我就可以去他的島 不過通常 欸 我 等一下 我竟然傳送過來了耶 通常你要設定 那個 開放 你的島嶼 別人才可以進得來 Tago Warp 這個就是 允許別人傳送到你的島 要不然的話 如果你沒有打這個指令的話 別人是傳送不過來的 例如我現在打 他這裡就會寫說 OK 你現在已經 同意別人可以傳送過來 就是 你的島是開放的 那如果你再打一次 那你的島現在就變成封閉式的島 那 有些玩家會想說 那我幹嘛開放給別人來 我開放給別人來的話 不就不會讓別人過來搞破壞嗎 不會 那個 他這個遊戲的設定是 就是 預設的設定是 你沒有辦法破壞別人的島 像我現在要打 打這個方塊 他是沒有辦法破壞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的島會被破壞 那為什麼要傳送到別人島 除了可以 可以參觀別人的島 別人的房子以外 你還可以設計那個 商店 例如像這個 他這裡就有賣 賣這個 Nither stock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Lither 這個他就有賣 Lither 他就跟你講說 一個賣25塊 然後這個一個賣 四個賣20塊 然後這個是種子 五個賣5塊 OK 例如我現在想要買這個 我就按一下右鍵 OK 他就跟我講說 我買了 我買了五個種子 用五塊錢買 那我現在手上有沒有 就拿到種子了 所以這個是自由交易的一個伺服器 你想要設計那個商店 是可以設計的 這個下次再教好了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的話 我再特別講 然後他設定 他設計一個門 他不讓其他玩家進來 這是基本的設計 就是 他設定傳送點在這邊 那 玩家進來就會到這邊 他只能參觀他的商店 不能到他的那個住宅去 這樣 好 所以 這樣會不會講太快 應該不會吧 BAN就是 後面加上玩家的名字 就是你把那個玩家加入黑名單 那他就沒有辦法靠傳送的方式 傳送到你的島 那如果要解除的話 就打onBAN 就可以把它解除掉 然後island top 這個就是那個 看這個 這個伺服器裡面的 看誰的島 看誰的島的等級 是最高的 那他會列出前10名 那現在第一名的島是 26,298等 等一下 我先回我的島看一下 我先回我的島看一下 我的島的等級 應該是很低 我記得 iLen level iLen level 哦 我的等級是2等 一開始就比較低 我不知道他的判定標準是什麼 這個之後如果有玩比較細的話 他可能就會知道 好 那iLen的相關的指令 就大概介紹到這邊 好 那我們這一集在這邊做一個段落 那下一集我們會介紹到一些基礎的指令 還有SkyBlock裡面的一些 採礦廠、商店、PK廠 或者是一些職位的介紹 好,我是白龍 敬請期待下一集的實況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